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会不太像 不太像那可惜了 他正在建设当中 还正好我觉得也可以象征中国熊旗 我们再往下看看 还有一个像 就是说苍景空最近到中国访问 引起轰动 苍景空是比在日本 你看 苍景空 这是日本驻华大使 你知道 苍景空 尤其是你看他保安保护着 要是让他当日本驻华大使 那终于友好关系 这千周万岁 我觉得特别 就是背后的这些个看客 这些个看热闹的人 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我老是觉得特别 你比如说 好多明星他去走秀 走在现场 人们围堵 我总在觉得 这些看的人 他当然有粉丝 那自然是崇拜的心情 甚至是哭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 他看着这个明星 他不是看明星 他看到很多人在看 他就在挤在里面 这个以前 鲁星早就说过 你在南京路上 有人在地下吐个檀 低下来看 旁边两个人也低头 然后等一会儿 就很多人围上来 等你再 走都走不出去了 你等一下 那以前RQ也是这样 你想 你想这么多女的 这个游园的人 他们不大会看 日本的AV片 《仓景空》那些 说实话我都没看过 你也不知道哪里找得到 那些女的那么热情的 在那里 看《仓景空》 这就是因为大家 都看 《仓景空》 《仓景空》 现在在中国 比在日本出名 出名鬼出名 但是他的那些片子 不一定很大 现在他已经不是 靠片子出名 那是靠微博出名 对对对 空姐 现在都空降中国了 而且说完了《仓景空》 咱们就说说鸡 对吧 《仓景空》 什么意思 秦流感了 最近 不是 因为最近有一句话 我作为凤凰 也是秦类 也是鸟类 对吧 我必须跟大家 声明一件事 就是说呢 这个 看凤凰卫视 是看凤凰 是不收钱的 看凤凰古城 现在要收钱 对对 就我为什么说看凤凰 因为我们有 接到有一些观众投诉 说看凤凰 为什么还要交钱 那个凤凰这个电视台 我们发射到天上去 是不收你的收看费的 虽然有观众会问这样的问题 因为在当地 有些时候 他有线电视 进了 有线 那个他收的那个钱 并没有分给我们 你知道吗 他这个收的钱 那主要也不是让你看凤凰 主要是看银克松的 他收的是看银克松的钱 对 所以呢 这个最近网友 也有一句调侃 说收费的凤凰不如鸡 收费的凤凰不如鸡 这主要说的就是 沈从文先生的家乡 凤凰古城 我作为凤凰卫视的人 你看没去凤凰卫视的时候 我就去过凤凰古城 我作为一个大学生 我到那个地方去 分别可到了 而且我当时见到了 他们家那个房子 我在他们家一边 那个耳房里 还见到了一个 沈从文的弟媳 好像是叫罗兰 那么个老太太 我还跟他有 有有攀谈 所以我对这个地方 印象很深 没想到现在去 要买门票 148块钱 这个听说那闹事了 因为当地的 那个里边住的是人 有开农家小旅馆的 开民宿 叫卖白小摊的 他们打起来 就是说你卖票 你是一个什么单位 在卖票呢 好像这就是所谓一个 凤凰古城 有了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据说 还请来一个策划高手 叫个什么 叫个什么呢 叶文志的 这个人就擅长策划 动不动就给大家策划 就能把这个旅游景点 弄一招 比如跳伞 还是飞 呈一下 就火了 那么他现在出台的 这个就是说 从4月10号已经开始了 要买票 买票 结果现在全国不都在骂吗 我说的这个调侃 就是大家都在骂 但这里面的分别在哪 因为过去呢 我听说就是 他们的辩解是这样 他说很多别的地方 也在收钱嘛 那也的确像乌镇 乌镇也是一个住人的地方 也的确是有人在那边 开旅馆开店 那么乌镇要买门票 乌镇是买门票进镇的 那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我想这里面 其实一个关键的地方 不是他收不收门票 而是他收了这个门票之后 他这些钱是给谁 那当地的居民 就原来的居民 比如说我们假设 假设一个镇 一个地方的老百姓 他说我们在这生活 在这工作 外头游客来太多 我觉得对我们有影响了 或者说大家来 比如说天天游客 在我家门口逛来逛去 很干扰我 我觉得我们开始 把这个镇封起来 我们收一个门票 你要付得起 这个门栏价格 你进来 假如是个全镇的 或者全市的一个异决 我们可以来讨论 他有没有这个权利 但是凤凰现在情况是 到底当地的居民 凤凰的镇民 他们有没有参与这个过程 还是说就直接是一个政府 转国企 现在呢 就是他买这个门票啊 至少这个现财政 是能分走一部分钱的 一半一半 是吗 说是那个公司是一半 政府是一半 然后初中是政府 就是提出来要这样收的是政府 所以现在有人建议说北京城以后也 因为北京你看 有这么雄伟的人民日报 对 有天安门 有鸟巢 对 很多人来参观 北京城应该也 也收门票 不过文道说的是这个问题 你某种程度上讲啊 去美国你也要买门票 我去美国办签证 要交一千四百多港币 事先在银行 叫签证费 那我觉得我理解 也是去你们美国的门票 对吧 甚至有人讲了 说你就是伦敦啊 中心街区啊 这个特别拥堵 特别拥堵就会收拥堵费 对 那么就是 就是说 有人说这完全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 供需关系 你如果都来 而且就是说市场行为没有强买强卖 你可以 如果你骂 你可以选择不去啊 你不要去凤凰 但关键是文道刚才讲 谁是决定权 没错 关键就是文道刚才讲的 就是说我现在中国有个问题 我觉得我闹不清了 就比如说一个村的人 这涉及到土地是谁所有的问题 对吗 好像说他们说假如一个村 我自己村民全把村圈起来 说到我这村的都买门票 行不行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复杂问题 比如说前两天 有一个凤凰古城的居民 他觉得很没面子 因为他带着女朋友回老家 结果门口保安拦住了 说女朋友148块钱门票 说他还你们没结婚呢 他们好像也有一些补充规定 比如直系亲属 你可以免票 但是这女朋友呢 他没结婚 就要买门票 所以闹得很丢脸 这个还是小事情 我关键就是说 他们说一个村 你这样可以的话 因为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吗 集体所有 那一个村的土地 不属于全国国有吗 不 这个中国的土地情况比较复杂 地底权 地面权跟使用权 分三个权 地底权呢 就普天之下莫非我黄土 是国有的 全部国家的 这跟古代一样 民国时候不是这样 就是49年以后是这样 地面权呢 50年代初的时候 分给农民了 但是后来集体化 人民公社的时候 那么现在呢 你说文革之前 毛泽东刘少奇 最大的分歧 就是土地承包嘛 就是三年自然 就是不让他 那个刘少奇就是说 可以种地的人 可以用这个嘛 那个是不行嘛 要一大二公嘛 就集体化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 就把这个土地呢 就是叫集体所有制 但是呢 这个是地面权 是集体的 因为是集体的 那个支票要谁都签名 所以谁都动不了 那么余下来就承包给你 你就包这块地 你就有这个使用权 这就是一个使用权 现在是这样三权 带下来的问题是极其复杂 将来中国的 我们私下有议论 将来中国的整个发展 最关键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体制的改革 一个就是成圣化 而这个农民进城的问题 就在这个土地上 而现在呢 还有个情况就比较复杂 就是这个所谓集体所有啊 集体所有呢 其实就常常导致是谁都不拥有 那么然后呢 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就是 因为是集体所有 这就当然变成是政府所有 因为政府 它是代表人民嘛 那当地的 比如说村委书记 或者是一个村办公室 或者一个地方上的一个政府 它就代表农民 然后呢 就常常把 现在常常放土地纠纷 是这么来嘛 他比如说 把集体所有的土地 廉价转让出去 做房产开发 做什么也好 老板是抗议说 那是我们的地 你凭什么拿去 他说我就代表你们呢 然后所以就常常 因为这样的事来闹 你去统计一下 全国每年的群体事件 其实最大多数的原因 都是跟这个纷争 就是这个纷争 所以就是说 实际上 好比说我们凤凰卫视 我们也可以卖票 对吗 如果我们决定 在我们公司门口 设一卡子 到我们这来的外人 买票才能进 也是有权利的 对 我们有这个权利 对吗 我们员工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公司不是员工所有嘛 对不对 它是由股东所持有嘛 对 股东 但是这些村民 现在其实也是股东啊 对 就拥有着 因为那个地方是他们拥有着 关键就在这里 村民是不是他土地的股东 嗯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如果每个人都心怀大爱 放下小小的一笔 给予小小的支持与关怀 分享小小的温暖与希望 凝聚两岸三地 每一份善心力量 让诚意收获尊重 幸福不再孤单 粉酒公益中国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重塑架控 探球静谧 豪华 衣食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籁 东风日禅 我给你读段 昨天的新闻 有一个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 说中国目前 有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那个地方的欠债 地方政府的欠债 到了危险的程度 所以最近有一个目的 把中国这个信誉调低 你不要小看这个目的 他常常有道理的 他说中国现在 地方政府签了很多钱 很危险 然后的这些地方政府签的钱 80%将来 是要靠卖地来还债 这就解释到凤凰的问题 其实是个权货的问题 为什么政府要靠这个地方 卖门票来 而这些老百姓 其实并不大愿意 或者有些人愿意 等等等等 这个是卖地的动力 但是卖了地以后呢 其实现在政府卖了地 那个当地的村长 什么东西 不是最近有新闻吗 说村长跑到什么地方 到泰国 什么两首 什么什么什么 村官为什么付呢 因为政府要用地 他就以集体的名义 把这个地给他了 便宜了 那么损失的谁呢 损失的就是农民 我呢 去年碰到了一个 农民出生的亿万富翁 我刚才还在跟他讲 他做IT 做得非常成功 但他是安徽的农民出生 他跟我讲 中国的这个 农民进程 这个城市化的问题 我听了很受启发 因为中国目前 你想7.5亿的人 城市人口 超过一半 到2030年是10亿 中国在全世界 甚至在人类历史 发展多层当中 这都是非常大的奇迹 可以把几亿的人 从农村搬到城市 可是呢 你要站在 从农村搬到城市的人 这些人的角度来想 他们到了城里啊 一句话 一无所有 对 当然 你城里的人 你有你原来的社会关系 你有你的亲戚 你考大学 你的起分线低 还有更重要 你有房子 你以前 你有社保 各种各样 过去的十几年 中国的GDP增长了八倍 那很多在城里 有房子的人 我们平心想想 你的人工 没有增加八倍的 靠什么东西 在跟着国家富强呢 就是靠着你买的房子 当然现在房子 要很多税的 我们不去讲它 房子没有八倍 但是至少也有两三倍 可是这些 到城里来的农民啊 你看他怎么来跟你打拼啊 他是一无数 他话又说不过你 所以他觉得农民离开土地 这个土地不应该跟他切断关系 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他从这个角 我觉得是很合理 对不对 那么不应该切断关系 这个就是 其实领导早就讲过 十七届三中全会 就要讨论土地流转的问题 换句话说 你拥有了自己的地 比方说我们在乡下种地 我拥有这个十畝地 那我现在全家进城了 这个十畝地 应该给我带来利益 让我有一笔 第一笔钱在城里生存吧 可是当时大家都考虑了 在目前的情况下 你如果一流转 你肯定很低的价钱被人弄去 地产商 中间的银行 这个信息严重不对等 农民可能八百块 卖掉了 对不对 前一整不是说 你们看到一个新闻 传得很广吧 一个农民就是为了阻止 那个地产公司 收地 就被铲车活活铲死 结果在网上激烈的 中国两亿多的农民 离开土地到城里 其实他们都惦念着 自己家里的土地 家里的老母亲 老父亲在那里种这个地 结果那个朋友 跟我讲了一点 我一点就通了 我后来觉得 这真是有道理 他说农民 必须要从他乡下的地 他足足备备 这个地上拿到好处 但是这个好处 不应该是一次过的 它应该是长期的 分期的 而且跟着市价变化的 你明白 我们以前讲过一个 现在的贪官 贪腐 那就股东嘛 那就股东的概念 现在深圳那边已经作用 我们上次讲过贪腐嘛 不是一下子受贿嘛 我投资进去 我慢慢的变成板穗制嘛 农民跟土地的关系 也应该是这么一个板穗制 比方说啊 理想的说法就是说 我在家乡种十亩地 现在这十亩地 被什么工厂 或者什么发展景区 或者什么占有了 你现在要我把这十亩地 给你将来二十年的使用权 什么价钱对农民 都是不合理的 只有一个合理 就是这个价钱 是随着你将来这个土地的 使用的价钱 它能够获益 分红吗 对分红 而且第二要分歧 只有分歧 它不能一下拿到钱 才能防止城市里的 平民接受的出现 所以我们奋斗的理想是什么呀 所有的贫农都要当地主 对 我们每个全国人民 全国农民都要当地主 但是马上就有人 但这个呢 就比较复杂的问题在哪 就是说因为土地流转呢 一直牵涉到一个 左右的一个分歧 但这个分歧 在我看来需要科学的来解决 就我们需要研究几种方向 就比如说 你因为左派就担心 就是土地如果容许 自由流转了 那这个农民 农民土地不高 还有湿地的危险 那么 城市里出现平民阶层 如果不让 不让他们自由流转呢 又会延续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状况 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政府要 要继续搞下去 那所以我觉得 你讲那个方法 可能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 可能这个方案非常复杂 这也就是这东西搞那么多年搞不定 他需要一个非常有公信力 政府法律保障的农村信用系统 来带农民 但这个前提就已经很成问题了 就我们有没有这么有公信力的一个信用系统 现在政府就说这个凤凤城的这个政府 他现在比如说地方上的老百姓不干了 说你卖门票 我们一分钱分不着 我们的旅馆没人住 因为游客可能来的少了 但是他们说呀 游客也没减少 中国人有意思 要来还来 卖门票呢 4月10号还是卖了门票 我搭档车都来了 比去年同期游客增加了 但是有一样啊 主要是团体票 团体票你也不知道谁花的钱 然后甭管怎么样 这副县长呢 就跟这个农民就开会了 就说哎 也这个记录啊 有什么意见 然后那个商户就说了 说你我们不让你给我记录 我要你给我解决问题 对吧 所以你看 这个地方啊 我就感觉到啊 为什么我就想起这个孟子啊 孟子的理想是不可实现的了 当然 但是你记得孟子有个很著名的故事 孟子到这个梁慧王嘛 是吧 到一国家去 那国家国王就说 哎 你来 对我们国家能占什么便宜啊 能有什么好处啊 是的 孟子就说 大王何必约利啊 就你怎么一说话 就想着占便宜呢 就想着利呢 然后孟子就开始白话了 就是说你看 说你一个国王开口就说 我有什么利益 好 一个大臣开口就说 我有什么利益 一个部门开口就说 你来 我这个部门有什么利益 一直到最后 小老百姓当然也是说 我有什么利益 孟子讲了一句话叫 上下交争利 就上下交争利 则国 威仪 就是说 你上边的下边的都在争这个 收钱 都想争利益 这个国家 就危险了 你这种话 不符合当前国情 只适合在孔子学院里面 糊糊老外 增加软实力 所以要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有人说他是民进党 悉心栽培的名誉之星 民进党他并不是一个 所谓的政党 他也期待 跟中国之间 有一个更好的交流 他被称为台湾政坛的不败金童 被同僚寄予厚望 人生再次 找一个会让学会热的工作来做 也不需此生 这个人把你觉得 你可能2020年 自己进出大位 问答赖清德 问答神州 今天凤凰为世美洲台 为您提供全球名酒珍品 华智酒行 尽受真酒 你看他们现在有一个调查 就说凤凰这个古镇收门票的事 83.9%的受访者认为我国公共景点门票太贵 69.7%的人认为围绕公共景点收益形成的利益集团 是降价难的首音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 把这个景点变成资源 很符合目前的情况 就是说围绕公共资源的利益形成的利益集团 是降价难的主因 你想想石油 你想想这个种种的水电 等等这一切 那你想想看这个景点 或者今天我们讲凤凰也是个重要的文化遗产 它还牵涉另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很多政府部门 其实利用景点 利用遗产 做房地产开发 或者这些地方企业 你比如说这阵子被人骂的比较厉害 就是西安的新教寺 对不对 新教寺是玄奘大师跟他的大弟子 魁击法师买谷之地 那千年谷煞 所以说为了生疑要拆掉一部分 对这个有新名词 中国去年到今年很多 去年有个叫什么保护性拆迁 今年这叫生疑性拆迁 因为要把那个寺庙申请加入世界遗产 所以要拆 那这个怎么拆呢 就是说把这个寺里面的 所有的别的东西都拆完了 绿化 旁边盖房地产开发 但剩下几座玄奘法师的灵谷塔 那个拿去生疑 那这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先不讨论这里面 他这种生疑的做法怎么样 是当地政府的解释 是说 我们拆的那些东西 其实大部分都不是原来唐朝的古迹 七八十年代 对 但其实也包括一些明朝的寺门 那要拆的七八十年代 他用一个字 那是寺里面的出家人们 私自建的 和尚伟建 伟建 但问题是随日宫 对 问题就在这 和尚没有他的使用权吗 对 这个就跟凤凰古城情况一样 比如说凤凰古城里面的人 那个东西是属于谁所有 这个镇里面 对 寺里面东西是属于谁所有 就一个寺庙如果要生意 那寺庙里面的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这都需要来政府来干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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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